洪家唱菲律宾媒体 邀请你们政府公布证据 菲律宾媒体昨天大阵战到屏东 采访遭菲律宾公务船 射杀的广大新28号船员 洪石成家属 面对菲律宾媒体作舵逼人追问 广大新28号为何要逃跑 是不是航行越界 洪家大女儿洪慈倩反抢菲律宾媒体 应尽公正监督之责 不一没证据乱讲话 你们菲律宾政府从头到尾 有公布你们菲律宾公务船的航机图吗 当初他在开枪射击广大新28号的时候 你们的公务船的位置在哪边 你们菲律宾政府有公布吗 你们知道吗 洪慈倩透过翻译要求菲律宾媒体回答 但现场多么不作声 一名非国电视台记者私下说 这与他在菲律宾听到的讯息不同 回国后他会希望尽快公布证据 另外菲律宾媒体问说 洪家有无看过菲律宾政府的道歉函 及是否接受赔偿金 洪慈倩也不满地连番炮轰 讲你们菲律宾官方晚上就在你们媒体说 他不是道歉他是慰问 我们台湾人道歉的慰问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是菲律宾正式官方的道歉国际记者慰问 他还要他们公开道歉他们做了什么事的潜艇之下 我们在山洞工区等会 洞新闻 屏洞报导 都听到一回去了 我们在山洞工区等会 属于是菲律宾 属于是菲律宾 不懂要是菲律宾 福尔甞工区 另外 Tarin山洞工区 都听到某一旦 判某一旦 人的掌握 某一旦 农某一旦 像是菲律宾 农某一旦